北韓勞動黨副部長金與正日前通過談話 正面批評了尹熙岳總統的新年賀詞 金與正主張 尹熙岳的安保政策 反而賦予了確保核戰鬥力的正當性 韓國軍方對此指出 這是牽強的主張 據報導 北韓勞動黨副部長金與正 二日晚發表了給大韓民國總統的新年短信的對話 對於尹熙岳總統之前在新年賀詞中所做出的 將在今年上半年之前完成韓美延伸威懾機制予以譴責 金與正副部長表示 自己因此被賦予了 確保壓倒性核戰鬥力的正當性 另外 金與正還做出嘲諷 表示 得益於韓國引進美國核航空母艦和核戰略轟炸機等 北韓才能發展軍事力量 韓半島局勢岌岌可危 都是尹熙岳總統的功勞 專家分析指出 這是為了激化韓國社會的負面輿論 引發難難矛盾 與此同時 此次談話也被視為被韓將加劇 韓半島緊張局勢的責任推卸給韓國 同時積累增強核力量的名分 對今後意志韓美延伸威懾 也表現出強烈挑釁的應對意志